傲人只是想修一条回家的山路 谁知修出的 却是一条七界之路 叮当叮当 开凿路面的声音再度响起 引得天地共鸣 这次 就连一处尘封的混沌海中 混乱的大道乱流都开始沸腾起 犹如一重重迷雾拨开 露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这里隐藏的 正是被战魂所斩断的第二界 此时的第二界中一片混沌 已然是破坏到了极致 这里没有丝毫灵奇 就算是大道至尊的修为 在这种环境下都无法生存 整个第二界都因此而分崩离析 所有的一切进阶湮灭 最后 七界战魂更是直接斩断了第二界 让他彻底沦为了一方死界 此时 在这一界的上空 一条虚幻的路径缓缓浮现 成为这一界唯一的光源 散发着盈盈光辉 同时还有着一丝清脆的声音回答 寻声望去 这才发现 在黑暗的虚空之中 居然漂浮着一道身影 这身影少年模样 脸色苍白如指 好似即将枯萎的小草一般 生机已然是虚弱到了极致 他穿着一身锦衣 有着玉石镶嵌 旗上还刻着阵法纹路 一眼看去就不是凡品 只不过因为长久的灵气一伞 都已经化为了凡品 没有一丝灵运 苏晨 你的主宰血脉 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哈哈哈哈 晨哥哥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接近你 也只是为了让明哥哥 得到你的主宰血脉 你那么爱我 一定不会怪我吧 嫣然妹妹 不要跟他废话 把他扔入上古禁区 那里的死寂气息 足以让他尸骨无存 哈哈哈哈 恭喜明哥哥 获得主宰血脉 以后你就是天生的主宰 绝对可以成为 原界的巅峰强者 这都要多亏了 苏晨这个傻子 为了感谢你的血脉 我不妨告诉你一个秘密 嫣然不让你碰他的身体 但我已经玩了他三年 哈哈哈哈 明哥哥 你好讨厌 少年的眉头紧锁 一重重影像 在其脑海中反复回旋 让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先夫淫妇 他猛地睁开眼睛 不甘地嘶吼畜生 我不能死 我要回去杀了那对畜生 我的至尊血脉 还有我的少主之位 绝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我一定要活着 只是 谁能救救我呀 他刚刚提起的仇恨瞬间熄灭 眼眸中满是绝望之色 这根本就是绝技 无解 叮当叮当 却在这时 一阵清脆的声响 突然传入他的耳中 让他微微一愣 这才发现 虚空之上 居然出现了一条道路虚影 并且有着光滑洒落而下 那定然是一条生机之路 他好似抓住了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用尽全身的力气 向着那道虚影爬去 就算只有一线生机 我都要去试上一试 他低吼着 用尽一切手段 艰难地向前爬着 近了 越来越近了 有人可以救救我吗 他进入道路虚影 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恍惚之间 仿佛穿梭了无尽的时空 顿时晕厥过去 等他再度睁开眼睛 入眼处却是一座山脉 以及无尽的森林 这里就是死后的世界吗 苏晨呢喃自语 他躺在地上 调息了两久 这才能够勉强起身 抬眼望去 不远处竟矗立着一块石碑 其上刻有落仙山脉寺的大字 那字迹龙飞凤舞 刚净有力 一股神圣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 这是什么人所刻 光是看上一眼 我居然生出了无尽的档 即便是在我族的悟到山中 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苏晨瞪大着眼睛 心神轰鸣 他虽然修为被斐 但是眼界还在 一眼就看出那石碑的部分 不对 还有这里的环境 大到浓郁 本源气息充盈 显然不是普通之地 难道是元界的某处秘境 苏晨的心头扑通扑通狂跳 全身血液加速流动 即是忐忑 又是激动 忐忑是因为看不出这里的身体 激动则是因为他终于可以不用死 而且似乎来到了某处不凡之地 落仙山脉 这个名字是不是一有所指 他深吸一口气 紧张地看着山上 用力地一踩地面 迫不及待地冲天而起 然而他才刚刚起飞 身子便直直地砸落而下 水泥露面撞得他脸都变醒了 净空 这绝对是净空无疑 也对 这里处处透着不返 我居然还妄想飞着上山 这对于前辈来说 可是天大的冒犯 我真傻 念急于此 他立马双膝跪地 对着山上磕头赔罪 三个想投之后 这才重新起身 一步一步 虔诚地向着山上走去 不多时 一阵吼叫声便传入他的耳中 寻声望去 却见那里有着一头头妖兽巨落 不远处的一个坑中 还站着一名身形高大的男人 正手吃粪茶 拼命地挖呀挖呀挖 妈呀 这些妖兽身上的气息好强 甚至比我巅峰时期 还要强大很多 在原界都可作为一方统领 苏诚的浑身猛的一颤 感到无比震撼 接着又看向王尊 这才发现 从其身上居然没能感受到 一丁点气息 根本看不穿 他恭敬地缓步上前 俯身行礼 晚辈苏诚 拜见前辈 王尊扫了他一眼 淡然道 还愣着干啥 赶紧过来 帮我把粪坑搅动一下 什么 搅粪坑 苏诚微微一愣 若是放在以前 他绝对不屑于看上眼 甚至光是听到 都感觉一阵恶心 但是 这些年的遭遇 磨砺了他的心性 同时他也想抓住 一切逆天改命的机会 好的好的 他应了一声 当即就抬腿走了过去 煞时间 一股浓郁的恶臭扑面而来 直冲鼻腔 熏得他脑子一片空门 晕呼呼的 就在他刚准备 竭力屏住呼吸之时 体内干涸的力量 却是突然运转起 就连身上的伤势 都有了好转的迹象 妈爷 这份胃居然有着疗伤的功效 他骇然地张开了嘴巴 只感觉心中一股热浪 瞬间涌出 直冲脑门 这些粪便到底是何种神物 太不可思议了 简直骇人听闻 赶紧吧 快帮我搅动粪坑 王尊催促的声音 顿时把他拉回了现实 苏诚一个机灵 连忙不假思索地 用粪插搅动起来 然而随着搅动 他分明能感觉到 一股股神异的气息 正从四面八方向着自己汇聚 滋养着自己的身体 笔直修炼的任何功法都要牛逼 高人 这妥妥的是一位隐士高人 他当即停下手中的动作 扑通一声对着王尊跪下 不住地磕头 激动道 前辈 晚辈被奸人所害 身处绝境 感谢前辈施以援手 将晚辈从深渊中救出 本来晚辈不该贪心 但奈何大仇未报 斗胆恳请前辈收我围堵 王尊连忙开口道 你想多了 救你的不是我 而是一位超乎想象的高人 若非看你沾染了高人的原尊 我才懒得跟你说话呢 苏诚浑身一紧 满脸的难以置信 听王尊的语气 这里居然还有一位 更加可怕的存在 甚至 王尊之所以让自己过来搅分 也是看在了那位高人的面子上 王尊则是接着道 怎么样 我这里正确人手 你可愿帮我挑粪 他之所以这么做 确实也是看在李念凡的面子上 高人打开了七界之路 甚至还将第二界也连接起来 如此大的手笔 却仅仅只有苏诚一人能够穿越通道 来到洛仙山脉 可见此人身上的缘分定然不起 不用来挑粪实在可惜 听闻此言 苏诚顿时大喜过望 连忙道 愿意愿意 前辈尽管吩咐 王尊笑着道 很好 接下来我就跟你讲讲挑粪的注意事项 画面一转 七界之间的界域通道已然全部消散 自此七界相连 融为了一个庞大的世界 不过还是被人习惯性地分为七个地域 甚至有人发现 环绕在七界之外的混沌海也开始变迁 似乎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路径 可以走出混沌海域 通往未知的世界 而那片未知的世界便是原界 原界之中 有苏氏一族 自上古传承而来 血脉高贵 这天正是苏氏一族最为热闹的时间 便请八方来客 共同见证苏氏新任少主的诞生 哎 苏家的上一任少主真是可惜 身负主宰血脉 不过百年便已突破天道境界 当初可是轰动一时 谁曾想 一夜之间居然会莫名消失 真是天度英才 天度英才啊 是啊 修到路上 天才的陨落并不少见 苏晨天赋逆天 被有新人盯上并不奇怪 苏家的损失着实是太大 所有修士都在私下里议论纷纷 充满了唏嘘 渐渐地从上一任少主 聊到了新任少主的身上 不过苏家不愧是上古大族 没了苏晨 居然又出来一个苏敏 这等气韵 简直让人眼红 苏敏 人如其名 一名惊人 苏晨失踪以后 他所展现出的天赋 居然比苏晨只强不弱 其实苏敏一直都很强 毕竟是天神道童 可看穿世间所有道法 只不过一直被苏晨压着 这才没能引人注意 说话间 一名老者于虚空中缓缓浮现 朗声道 大家安静一下 少主继任大典 现在开始 紧接着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名少年踏空而来 直接落于高台之上 不卑不亢地扫射着众人 他的眼眸一片漆黑 好似黑洞一般 但凡与其对视之 据是产生一种道法 被看穿的错觉 心生敬畏 随着少年的到来 那名老者当即宣布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义 那么我宣布 从此刻起 苏敏便是我苏家的少主 等等 我反对 却在这时 一声抱贺响彻全场 一名中年人跑了出来 满脸通红 带着滔天的愤怒大吼出声 我儿子才是苏家的少主 他盯着苏家的所有人 立声道 我父子二人 为苏家立下了赫赫战功 自问无愧于苏家 如今尘儿失踪 你们不去寻找 不去查明原因 却在这里心立少主 你们什么意思 那老者淡然道 苏敏风 我们能体会你的丧子之痛 只不过我们已经找了三年 依旧毫无线索 这才决定先心立少主 之后再由新少主去查明原因 苏敏也是笑着道 对啊苏伯父 等我成了新任少主 就算查遍整个元界 也定然会帮苏晨讨来一个说法 苏敏风立马激动道 你放屁 我家尘儿的失踪 绝对跟你脱不了干系 放肆 来人 把苏敏风给我押入水牢 让他清醒清醒 时光如水 转眼半个月的时间就悄然而逝 若先山脉 王尊正在指导苏晨挑粪 满意地点头道 不错不错 你小子的挑粪动作 已经基本规范了 这半个月以来 苏晨已经彻底被王尊童话 每天都兢兢业业地 才发现 他的修为根本不足以看着 也更加确定了这座山的部分 同时 经过这半个月的打磨 他已经明显感觉 自身的伤势得到了好转 并且体内隐隐有着一股力量 正在苏醒 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这座山脉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高人归隐之地 我能来此 当真是上天眷顾 虽然希望渺茫 但不管前路多么艰难 我一定要竭尽全力 我要重回苏家 我要报仇 我要夺回自己的荣誉 这个时候 江流走了过来 将整理好的柴火放下 笑着道 苏晨兄弟 别累坏了 歇一歇 再给我们讲讲元界的事情 对对对 工作可以慢慢做 不用太拼 王尊也是笑着坐了下来 苏晨见此 只能苦笑着摇了摇头 接着深吸一口气 似乎在酝酿什么 他沉吟片刻 这才凝声道 我有一位青梅竹马 名为萧嫣然 原本 他刚一开口 王尊便直接出言打断 停停停 我们对你的恋爱史 没什么兴趣 直接给我们讲讲 元界的修炼情况吧 苏晨顿感无语 只好把悲伤的感情 压在心底 重新酝酿一阵继续道 元界跟上古境区的最大区别 就在于本源的显化 在元界中 本源是暴露在空气中的 就如同灵气一般 可以工人修炼 只不过需要强大的修为去驾驭 元界之中将能够操纵 本源的功法神通称为元界 听闻此言 江流忍不住好奇道 元界 操纵本源还需要学吗 苏晨被这个问题 直接给掖住了 没好气道 你们是宝汉子不知恶汉子机 跟着高人 就算是砍柴挑分 那都是一种无上修行 完全可以操纵本源 但我们不一样啊 哪有这种造化 王尊和江流恍然地点了点头 也对 我们背后站着高人 起点确实有点高 苏晨继续道 由于元界充斥着本源之力 因此修炼环境肯定是高于这里 不管是修炼速度 还是修炼上限 都比这里高得多 跨越了第三步至尊 便被称为主宰 我天生拥有主宰血脉 可惜却爱错了人 萧嫣然那个贱人 打住打住 王尊连忙出言阻止 咋回事啊小老弟儿 绕来绕去 又回到感情室了 都说了我们对你的爱情不感兴趣 对不起 是我入戏太深了 苏晨苦着脸道歉 接着道 我苏家在元界中 也是有头有脸的大家子 地处元界北天星域的无极心中 江流突然眉头一顶 开口道 北天星域 那元界一共有几个星域 元界中一共有四域两海一星 四域分别是北天星域 南斗星域 西奥星域以及东华星域 两海则是坠星海和凡星海 最后一个是独立的一颗星尘 名为元星 苏晨一一介绍 娓娓道来 元星 王尊和江流敏锐地意识到 最后一颗星尘定然部分 迫不及待到 来来来 重点讲一下这个元星 苏晨则是苦笑着摇了摇头 关于元星 我知道的也不多 只知道这颗星尘是一个特殊存在 而且以我的实力 连北天星域都了解得不多 实在是惭愧 事实上 如果不是因为他是苏家少主 看过很多古籍 就连这些消息他都不会知道 毕竟整个元界实在是太大太大 并且还有些地方射击隐秘 不是一般人能够接触到的 那元界中的大道主宰多么 王尊立马又问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很少 每个星域中都屈指可数 苏晨不假思索地开口 同时又联想到自己的主宰血脉 神情难免有些落寞 王尊却是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好了好了 你收拾一下 准备随我上山 听闻此言 苏晨微微一愣 随后瞪大着眼睛激动的 真的吗 这半个月以来 一直都是王尊挑奋上山 他虽然对那位高人很是好奇 但却自知没有资格 因此不敢奢望上山 然而现在 王尊居然主动提出要带他上山 你不会是在逗我玩吧 他死死盯着王尊 声音都有些颤抖 王尊笑着道 我怎么会拿这件事来逗你 高人早就知道我多了个跟班 这次特意让我把你也一并带去 江流也是接口道 高人说今天是猕猴桃成熟的日子 特意邀请我们一同上山品尝 你小子运气好啊 这可是我们在山下干活才有的福利 嗡嗡嗡 苏晨的大脑差点直接爆开 只感觉一股气流直冲天灵感 让他几乎窒息 脑海中翻来覆去就只有一句话 高人让我上山了 终于能见到高人了 对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们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 好歹让我收拾一下 不然 苏晨一个机灵 如梦初醒 手忙脚乱地开始整理自己的衣装 好不容易做好了准备 这才一步一去地跟着王尊和江流 向着山上走去 只留下山脚的那块石碑风中凌乱 妈的 我为什么要幻化成一块石头 那可是猕猴桃啊 我又吃不到啊 真气人 一路上 苏晨的内心都在翻江倒海 当看到一个四合院缓缓映入眼 更是不由得全身一阵 傻小子 放轻松 王尊安慰了一句 随后便恭敬地上前敲门 施压一声 开门的是小白 对着众人扫视了一番开口道 各位贵宾 四合院中 苏晨满心忐忑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刚一进门 他的瞳孔便是猛的一锁 只感觉周围的空气都似乎有些凝固 这当然是一种错觉 原因就是 这里的本源实在是太浓郁 好似不会流动一般 能待在这里 哪怕是不修炼 身体都会得到本源的滋养 成为一名高手 他自认做足了准备 但当身处于这个环境之中 还是不由得大吃一惊 即便是原界 也绝对找不出哪个地方 可以跟这里相提并幕 李念凡看到苏晨有些拘谨 忍不住开口道 这位便是新来的小兄弟吗 王尊当即道 为圣君大人 他叫苏晨 没见过世面 还请圣君大人见谅 李念凡点了点头 也看出了苏晨确实有些内想 于是笑着道 小兄弟别紧张 赶紧过来坐吧 此时的桌上 已经摆满了一叠叠切好的猕猴头 大小均匀 不断散发出一阵阵鼓香 李念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来来来 大家快尝尝 刚出炉的新水果 圣君大人 那我们就确知不恭了 王尊和江流也不客气 直接取过一块猕猴头送入嘴里 苏晨自然也不敢搏了高人的面子 连忙跟着拿起一块猕猴头送入口中 湿热而凉爽的果肉入嘴 酸色中带着一股甘甜 瞬间就俘虏了苏晨的味蕾 他迫不及待地用牙齿轻轻易了 刹那间 果汁流淌 酸甜的美味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在其嘴里爆开 让他全身的细胞都在震颤 梦幻太牛逼了 这便是高人的世界吗 然而下一刻 他就感觉全身的法力都好似得到了滋养力 开始飞速增长 那些原本失去的力量也在不断回归 甚至就连自己被抽离的血脉根基也在慢慢恢复 不对 是我太浅薄了 这不仅仅是美味 分明就是神果呀 难以想象的神果 苏晨在内心狂吼 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连忙定心入神 开始运转体内的法力 下一刻 跌落的境界就如同坐火箭一般急速攀升 杜杰 大成 金仙 仅仅是一块骨子 便让他的血脉平稳 实力瞬间提升到了金仙境界 苏晨感受着体内的那股力量 一时间百感交集 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心中暗暗冷笑 苏明 萧嫣然 我真该谢谢你们 若非你们 我又怎么会在绝境中得遇这种高人 更是学会了挑愤神通 你们给我等着 早晚弄死你们 李念凡见苏晨只吃了一块 就坐在那里发呆 忍不住皱眉道 你怎么不吃了 是不合胃口吗 苏晨顿时吓得心丹一颤 连忙道 没有没有 是因为太好吃了 我才一时沉迷其中 不断回味 哈哈哈哈 那就好 好吃你就多吃点 李念凡笑着点了点头 突然好似想到了什么 接着道 对了 你是第一次了 应该也没吃过其他水果吧 小白 给他再上一碟水果拼盘 这句话直接戳破了苏晨的内容 让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 手足无措地起身 哽咽道 谢谢圣君大人 承蒙厚爱 我真的是无以为报啊 李念凡看着他那副模样 不由得心中感慨 果然是一个内向 还容易感动的人 区区一个果盘 居然就让他感动得一塌糊涂 很显然 他的家庭条件肯定一般 不然也不会跟着王尊来挑分了 不过这种人也更知道感恩 如今自己仅仅是给他一些小小恩惠 就让他感动至此 这买卖太值了 很快 小白就端着水果拼盘走了过来 苏晨满眼含泪 默默地吃着水果 每一口都是高人对他如山的恩情 以及如海的期许 这些可都是本源圣果 每一种都蕴含有不同的功效 或疗伤 或养魂 或悟道 亦或是增加法力 就算在元界之中 本源果树那都是无上圣体 每一棵本源果树的背后 都代表着无尽的心中血雨 结出的果实 更是非大气韵之人不能吃 然而现在 自己面前却摆放着如此多的圣果 就算是整个元界加强 恐怕也没有这么多品种吧 嗡嗡嗡 大罗金仙 混元大罗金仙 天道境界 它的境界是跌落下来 如今几乎不需要任何消化 便直接转变成了实力 重回巅峰 苏晨绝处逢生 信心前所未有的高涨 心头澎湃道 我的主宰血脉虽然没了 但是却隐隐有着另一种血脉在滋养生长 我能得遇高人 获得如此逆天的机缘 区区一条主宰血脉 哪里对得起这份造化 我将来的成就 定然要凌驾于主宰血脉之上 方才对得起高人的栽培 不话说 要想生活过得去 头上必须带点绿 众人一边吃瓜 苏晨一边讲述自己的遭遇 不但被心爱的女人背叛 主宰血脉被夺 还被放逐到上古禁区自生自灭 李念凡听着他的诉说 不由得心生同情 这哥们的经历实在是太凄惨了 修仙界果然耳于我诈 凶险万分啊 再细思一下 他突然发现 在山下做苦力的似乎一个个都是苦命之人 江流氏被人追杀 逃命至此 留在山下砍柴 王尊则是被人伤害 精神分裂 待在山下挑愤 既然你选择了挑愤 那么道具也必不可少 我这里刚好有一根木棍 就给你做脚屎棍吧 还有 粪桶也给你配一个 苏晨文言 当即精神一震 谢谢圣君大人 李念凡给他的木棍看起来平平无奇 只是一根普通的长棍 但是当他接到手中之时 分明能感受到其内那一股股凌厉而霸道的气息 似乎随时可以晴天而起 搅动乾坤 还有那个粪桶 也同样不凡 神器 这妥妥的都是神器啊 真如王尊师父所说 纵然是帮高人挑愤 也能挑出自己的一片天 为高人挑愤 我骄傲 随后 王尊三人卸过了李念凡的款待 便准备起身告辞 这个时候 南南却是举起小手 满脸期待的 哥哥哥哥 我跟龙儿想出去玩几天 七届大变扬 他们自然想要出去看看 顺便也收集一些情报 这么快就闲不住了 李念凡微微一笑开口道 可以倒是可以 不过做事一定要低定 注意安全 知不知道 南南激动地点了点头 哥哥放心 我跟龙儿可是很厉害的 不会受人欺负 龙儿则是开口道 哥哥 我想带后院的小奶牛 一起出去散散心 他从没出过家门 好可怜的 什么 带奶牛出去 李念凡顿时心头一动 对啊 奶牛一直都养在后院 活动空间有限 也确实该出去散散心了 这样产出的奶水 才会更健康 以前倒是自己疏忽了 于是点头道 好吧 还是那句话 安全第一 好嘞 谢谢哥哥 龙儿和南南 立马心冲冲地 带着奶牛出门了 他们与王尊三人一起 一路步行下山 半路上 苏晨的脚步一顿 突然恭敬地 对着王尊双膝跪地 开口道 吾尔多谢王尊师父收留 传授挑愤神通 并且将我引荐给高人 奈何我大仇未报 如今修为已然恢复 想要先回去一趟 若是能侥幸存活 再回来报答师父和高人的答案 恳请师父大人同意 王尊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行了行了 大男人就该有仇必报 活泼妈妈的 像什么样子 要走赶紧走 老子等着你回来报恩 多谢师父 苏晨感动不已 他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看了一眼手中的粪筒和脚屎棍 开口道 高人赐予的挑粪神器不能蒙尘 离开前 还请让我用他帮师父挑一次粪吧 画面一转来到原界 两名小女娃正骑在一头奶牛身上 开心的左孤右盼 那头奶牛也是激动地不住名叫 迈着四体撒欢 不远处 还有一名穿着朴素 手持长棍的少年陪同 他们正是南南一行人的 如今七界相通 虽然第二界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依旧挡不住他们的脚步 直接跨越第二界进入了原界 随后在苏晨的带领下 很快就来到北天新域的无极心中 龙儿抬手间 便有着本源气息环绕而来 忍不住惊叹出声 妈爷 不愧是原界 这里的修炼环境也太好了吧 受到本源的滋养 在这里出生的孩子 若放在七界中直接就是不是器材 南南也是点头道 对啊 还好我们有哥哥 天天给我们好吃的 天父这才不至于比原界的天才差 苏晨的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两位仙子谦虚了 他在内心疯狂吐槽 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凡尔赛啊 跟着高人 天天吃本源圣物 十个原界也比不上你们啊 别说你们 就算是投猪 有那种待遇 天父也绝对会甩原界的天才八条街 虽然他不知道龙儿和南南是什么修为 但是既然能跟着高人 那实力绝对是超乎想象的 南南突然好奇道 对了 苏晨道友 你准备如何报仇 苏晨思索片刻开口道 前面便是天荒城了 位属于我苏家的范围 我打算先去打探一下苏家的情况 众人一边走一边交谈 时不时可见原界的修饰穿梭而过 跟七界道也没有太大不同 不多时 远处的一座城池便从地平线探出了头 正是天荒城 这座城池正如他的名字 比较荒凉 根据苏晨所说 这里是苏家最边缘的城池 而且靠近万腰山脉 时常会有妖兽作乱 各方面条件算是最差的 说话间便听到城墙上传来一阵难以置信的惊呼声 少主 是你吗少主 随后就见一名守卫直接飞奔响 待他看清了苏晨的面孔后 顿时惊喜地大喊起来 妈呀 真的是少主 什么 少主回来了 三年了 少主终于回来了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少主不会死 快去通知包大人 城墙上的其他护卫也一同飞了下 激动地围拢在苏晨身边 苏晨诧意地打量着他们 你们是 我当初的护卫 是啊少主 我们原来都是少主府的护卫 如今苏明成了新任少主 我们便被发配到了镇 现在少主既然归来 那少主之位里应勿归远主 众人你一言他意语 激动无比 听到他们的交谈 苏晨的脸色不由的一尘 双手死死握拳 果然啊 苏明不仅夺走了我的主宰血脉 如今还抢了我的少主之位 滚蛋 少主 少主 这个时候 一道身影从天荒城中狂奔而出 直接来到苏晨的面前 眼眸含泪 随后直接跪拜到 属下包达 拜见少主 苏晨连忙将他扶起 同样激动的 包达 你我一同长大 知道我的脾气 行礼就不必了 包达愧疚的 少主 当初都是我不好 三年前应该寸步不离地守在你身边 好了 当年的事先不说了 苏晨摆了摆手 随后郑重地介绍道 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南南仙子和龙儿仙子 还有这位 是奶牛前辈 赶紧行礼 什么 两个小孩 还有一头牛 包达等人顿时懵了 不过他们见苏晨说得很是认真 也不敢怠慢 只能压下心头的疑惑 恭敬行礼 随后包达迫不及待地开口 少主 你这三年究竟去了哪里 我们都以为你被人给害了 苏晨叹了口气的 我确实被人害了 连主宰血脉都被苏明给抽走 什么 主宰血脉被抽了 难怪苏明的天赋 突然间变得这么腻贴 原来竟是这样 完了 全完了 所有人的脸色同时大变 他们原本还指望 苏晨回来能带他们装逼带他们飞 现在看来 这个愿望是没戏了 萧嫣然那个贱人 还有苏明那个畜生 枉费少主当年那么信任他脸 包达目自欲裂 愤怒地大骂 随后又担忧地看向苏晨道 少主 这三年你过得一定很苦了 前面确实很苦 不过好在最后柳暗花明 不禁刚来了 苏晨的眼眸中透着追忆 最终自豪地笑道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得到了一份天大的造化 听闻此言 包达忍不住一阵狂喜 是什么 苏晨一字一顿道 挑粪 什么 挑粪 包达傻了 一众护卫也都傻了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还以为自己中了幻术 却在这时 他们突然注意到 从苏晨的身上隐隐飘出一丝臭味 包达的脸都有些扭曲了 难以接受到 少 少主 你能再说一遍吗 你们那是什么表情 看不起挑粪吗 苏晨的眉头微微一皱 抬了抬双手道 看到没 我手上的这根脚屎棍和粪桶 全都是难以估量的神器 如今的我早已经脱胎晃了 今非戏比了 众人看着苏晨在那自吹自擂 脸色却是越发地沉重起来 包达和一众护卫彼此对视一眼 去世默默地摇了摇头 没救了 看来少主的主宰血脉被夺 少主之位又被夺 最终他果然是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疯了 甚至已经开始有了一响症 就连挑粪都能说成无敌 呜呜 少主 你一定要坚强啊 有些敏感的护卫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阴阴阴地抱头痛哭起来 想想当年的少主 是多么的少年英才 意气风发 再看看如今 居然成为一个手持粪桶 高喊着挑粪的疯子 这等反差 让他们这些手下如何能够接受 哭什么哭 你们看不起我吗 苏晨顿时急了 当即高喊出声 我身边的这两位仙子 还有这位奶牛前辈 都可以为我作证 此言一出 包打眼中的同情更深 自己挑粪也就算了 还把两个小女娃称作仙子 把奶牛称为前辈 可见少主的意想症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 这三年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竟会变成这副模样 念急于此 包打不由地深吸一口气 艰难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红着眼眶道 少主 这三年 让您受苦了 苏晨则是盯着他问道 包打 连你也不信我吗 信 我当然相信少主 包打不假思索的点头 我幼年流离世俗 承蒙公子看重 取名包打 自此便立下誓言 愿终生追随公子左右 包打公子大恩 公子说什么我都信 顿了顿他又接着等 公子归来不易 赶紧随我进城接风洗尘 还有这两位小仙子 以及奶牛前辈 也请跟我来吧 当即 包打便带着南南等人进入城池 其他护卫看着苏晨的背影 据是忍不住摇头轻叹 唏嘘不已 哎 事实难料啊 当年的少主是何等疯子 谁都不会想到 他竟会沦落至此 原本我还以为少主归来 不说夺回少主之位 至少可以带着我们脱离这个鬼地方 如今看来 希望渺茫啊 行了 少主永远都是我们的主子 当初我们可没少承蒙少主的恩子 如今少主蒙难 我们也不该在背后议论 对对对 好好站岛吧 最近万腰山脉很不平静 少主刚回来 大家都提起精神 保护好少主 俗话说 杀父之丑 夺气之恨 不共戴天 天荒成中 包打正在跟苏晨素说着苏家目前的局势 情况很不乐观 他叹声道 少主 自从半个月前苏明成了新任少主 便将您当年的亲信护卫 全都发配到了偏远之地 甚至就连您的父亲 也因为冒犯了苏明而被关入水口 而且 再有十天便是进入元池圣境的日子 苏明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哼 苏晨猛地一拍桌子 眼眸中充满了愤怒 声音都有些颤抖 好一个苏明 真是我的好兄弟啊 打压我的亲信 关押我的父亲 真可谓是丝毫不留情面 躲我少主之位 原来是为了元池圣境 苏晨眯着眼睛 很快就想通了其中的关键 包达长叹一声 无奈道 是啊 如今苏明大事已成 想要对付他实在是太难太难 苏晨则是冷冷一笑傲然道 放心吧 我既然归来 那苏明便得意不了多久 包达看了一眼意气风发的苏晨 只能在心中悠悠一体 哎 异想症啊 没救了 你拿什么去对付苏明 小屎棍嘛 他刚刚只是哭诉一下 压根就没指望苏晨能够逆袭 少主如今变成这副模样 我也就图个安稳 好好保护少主 无忧无虑的生活就知足了 念急于此 包达连忙笑着招呼道 少主 不说了 您别光喝酒了 多吃点菜 还有两位仙子 你们也多吃点 南南确实摇了摇头 直言道 不好吃 算了 我们不吃了 龙儿虽然没有说话 但也同样放下了筷子 显然是比较嫌弃 包达的眉头不由得一皱 忍不住道 少主 您的这些朋友 确实太难吃了 苏晨直接出言打断 随后起身对着南南道 实在不好意思 这里条件简陋 招待两位仙子完全不够格 等我夺回了少主之位 一定拿最顶级的仙草灵药给你们 少主 你这 包达瞪大着眼睛 下巴都差点掉在地上 一副活见鬼的模样 疯了 少主这是彻底疯了 居然把自己完全卖给了两位小女孩 算了 本来我对你们的东西就没抱多大希望 南南无所谓的摆了摆手 还好我们这次带了奶牛出来 也饿不着 龙儿则是微微一笑 当场就开始熟练地挤起了牛奶 我操 少主这认识的都是些什么奇葩 包达的嘴角不停抽搐 既是好气又是好笑 这时 却听南南开口道 对了 你要不要也喝点 很好喝的 包达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不用了 还是你们自己喝吧 你看不上我们这边吃的 咱也不稀罕你的牛奶 就是这么有骨气 苏晨则是迫不及待地凑上前去 缠妹道 两位仙子 这牛奶 我可以喝点吗 可以啊 给你 龙儿很大气地给了苏晨一碗 谢谢 谢谢 苏晨的眼睛一亮 连忙接过牛奶咕嘟咕嘟的一饮而净 妈呀 好爽 他只感觉全身都充满了无尽的力量 甚至让他有一种脱胎晃骨的感觉 苏晨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 我就知道 这果然是超级神奶 他默默地看了一眼包达 不由得暗暗一看 兄弟啊 你这波妥妥的是错过了一场天大的造化 包达同样也在看着苏晨 心中默默地叹息 少主啊 你怎么混成这副模样 忽然 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呼喊声 不好了 兽巢来了 快疏散大家 怎么回事 平时也就大妖小妖两三只 今天怎么会突然发生兽巢呢 荒乱的脚步声伴随着众人的尖叫四散开 包达文言脸色顿变 连忙起身焦急道 少主 您在这里好好待着 我出去看看 说吧 他便身形一闪 迅速地飞出了门外 此时的城外还不算混乱 但是苍穹之上却有着不少妖兽盘旋 包达飞快地登上城墙 抬眼看去 却是猛地倒抽一口凉气 整个天荒城已然被无数妖兽给团团包围 他们的身上巨石散发出狂暴的气息 妖气冲天 政府是单单地看着城里 包达顿时感觉到一阵压力 不由地焦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名守卫开口道 不知道啊 突然间就来了这么多 咱最近也没有得罪这群妖兽了 另一名守卫则是期待道 包大人 少主怎么样了 若是少主恢复修为 绝对可以消灭这群妖兽 少主吗 包达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不说也罢 咱们还是靠自己吧 此言一出 所有人的心情顿时变得更加沉重起来 包达缓缓地飞入空中 全身气势浩荡 开口道 各位妖族的前辈 我们乃是苏家之人 你们肆意攻击天荒城 就不怕承受苏家的怒火吗 哈哈哈哈 苏家 一名顶着狮子头的壮汉缓缓走不出来 笑着道 实话告诉你吧 苏家不仅不会对付我们 还会给我们一大笔好处 没错 又是一名黑熊精开口了 你们都已经被苏家抛弃了 居然还打着苏家的旗号 实在是可笑 什么 被抛弃了 包达的脸色一白 瞬间就想到了一种可能 愤怒地大骂道 苏鸣那个狗东西 把我们发配到天荒城部署 居然还想利用这群妖怪 将我们彻底抹杀 这种狠辣的手段 着实歹毒 没办法了 他低沉的嘶吼出声 这根本没得谈 大家都准备好 死战到底 众人闻言 叙事抿了抿嘴 脸色都有些苍白 除了那头狮子精和黑熊精以外 还有一头巨大的金木剑持虎 缓缓走出 都给人以巨大的压迫制的 这三大妖王的身上 全都拥有着无尽的法则之力环绕 已然达到了天道境界 而这天荒城里 除了包达勉强进入天道境界 其他人都是大罗金仙和混元大罗金仙 实力差了太多太多 不要跟他们废话 赶紧杀了 五妖发出一声唬笑 随后抬起胡爪 凝成一个巨大的虚拟 包围重锤向着天荒城砸落而下 不振 快不振 包达嘶吼着 全身法力如同潮水一般涌动 与其他人的法力汇聚在天荒城的上空 形成一个防御护盾 轰隆隆 五妖的攻击虽被阻挡 然而黑熊精和狮子精的攻击随后就到 狮子精的战斧出手 迎风长大 直直地劈砍而下 黑熊精则是手持狼牙棒 重重砸下 轰隆隆 防御护盾剧烈一颤 随后便如同镜子一般破碎 包围了点点星光飘散 包达等人被反正之力所伤 一个个身子巨石倒飞出去 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眼神暗淡 呵呵 这次的任务也太简单了 结束吧 五妖冷冷一笑 巨大的身躯已然来到了城池的门口 他的身躯幻化得比城门还要高大 居高临下地看着城内的一切 眼眸中满是细血 不过下一刻 他的眼神便是微微一顿 定格在了不远处的一个身影之上 在那里 不知什么时候 苏晨竟然手持一根长棍 立于虚空之中 正对着虎妖 一股冷力的气息缓缓地溢散而出 那 那是 少主 包达也看到了那个身影 顿时瞳孔猛的一组 焦急地狂吼出声 少主快跑 你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你了 少主 是少主啊 他站在那里做什么 居然还在耍帅 完了完了 少主的一响正又发作了 他一定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快快快 大家快去保护少主 众多护卫都慌了 包达更是急火攻心 再度喷出一口鲜血 然后向着苏晨飞去 都被我退下 一声冷喝从苏晨的嘴里传出 他酷酷地看着虎妖 冷傲道 区区几只小妖 也敢来我天荒城撒野 吃安老苏一棒 话音刚落 他已然是腾空而起 高高举起手中的长棍 狠狠地朝着虎头砸去 不要啊少主 包达等人看得目自欲裂 狂吼不止 那虎妖没能从苏晨身上 感觉到多强的气息 刚开始还有些发懵 不过在听到包达等人的话语后 眼眸中顿时露出不懈的笑容 原来是个异想症患者 区区一只蝼蚁 还妄想翻天 他随意地抬起虎爪 准备如同弹苍蝇一般 将苏晨给弹飞出去 谁知下一秒就听轰隆一声 虎妖平静地脸上 顿时扭曲成了麻花 那只虎爪则是连根粉碎 恐怖的力量肆虐 皮开肉战 触目惊心 我操 他不是一想正吗 怎么会这么强啊 狐妖狂怒不止 身子慌忙后退 接着恍然道 妈的 我懂了 你们这群人绝对是在演戏 分明是故意这么说 好让我掉以轻心 实在是太奸诈了 此人不同寻常 大家一起联手 将其彻底抹杀 黑熊精和柿子精 也是盯着苏晨 毫不犹豫地联手 同时向他发起了攻击 小屎棍法 扫荡八荒 苏晨则是面色沉稳 单手持棍 一记神龙摆尾 身子直接在空中旋转一周 咔嚓 黑熊精手中的狼牙棒 和狮子精的斧头 俱是阴生而断 干脆无比 这 这怎么可能 两大妖精的身体 还处在半空之中 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珠子 都给瞪出来 他们的法宝 虽然不能说是顶级质宝 但也绝不是反品科 其上甚至还沾染着 一丝大道气息 就连天地都难以损毁 然而现在 居然被一根破木棍给扫断了 那到底是什么棍子 还不等他们震惊结束 小屎棍已然降临在他们身上 将他们一一扫落 恐怖的力量 更是将他们镇压得无法动态 倒地不起 那位狐妖本来还准备继续冲刺 谁知刚冲到苏晨面前 就被吓得待在了原地 瞪大着狐眼 一脸的尴尬与畏惧 苏晨也没有客气 直接抬手 罩着虎头就是一闷棍 将其打翻在地 转眼之间 三头不可一世的妖王 统统被苏晨镇压 瑟瑟发抖 城墙之上 包达那些人都看什么了 不约而同的抬手揉了揉眼睛 久久无法回神 那 那真的是少主吗 太厉害了 一打三 而且还都是一招鸟杀 是谁说少主一想正的 这他妈是一想的 这分明是真的牛逼 包达更是激动得全身颤抖 又惊又喜悼 那真的是脚屎棍吗 妖王的法宝在其面前 都跟纸糊的一本 太恐怖了 还有 少主明明这么强大 他却跟我说自己只是挑粉的 其余 少主绝对是遇到了超乎想象的神仙奇余 才会变得如此牛逼 这么说来 那个牛奶 会不会也是什么逆天宝负 包达猛的一愣 笑着笑着 突然就哭了 俗话说 有些奶 一旦错过就不在 包达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 不停地坐着深呼吸 更加笃定那牛奶的部分 妈的 自己之前硬气什么 好歹先尝尝再说呀 这个时候 苏晨已然是重回城池 开口道 包达 本少主赢了你很不开心吗 笑得比哭都难看 包达红着眼眶 声音沙哑道 少主 你不懂 我这是在心痛 我想静静 苏晨安慰道 机缘错过了就错过了 强求不得 包达长叹一声 接着目光落在了苏晨手中的脚屎棍上 激动道 少主 你这棍子究竟是什么神器 太强大了 他死死盯着脚屎棍 怎么看都只是一根平平无奇的木棍 甚至有些地方已经磨损了 完全不像是神器的样子 苏晨摸缩着长棍 淡淡道 只是一根脚屎棍而已 包达的呼吸顿时一致 接着又问道 少主 这段时间你一定是得到了什么惊天奇遇吧 苏晨笑着点了点头 没错 我有幸成为了一名挑粪工 包达的呼吸再度移至 直接无语 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以前你可不是这样的少主 苏晨看了他一眼 高深莫测道 这是一种境界 你不懂 好了 你们去把外面的妖精处理一下 然后随我一起重回苏家 夺回我的少主之位 此言一出 包达和周围的护卫巨士身躯一阵 激动道 遵命 在苏晨收拾了三大妖王之后 剩下的小妖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早就一哄而散 所以打扫起来也很快 片刻之后 众人已然是整装待伐 追随着苏晨直奔苏家而去 半路上 南南好奇地开口道 苏道友 你这是要去夺回你的少主之位吗 苏晨的心头猛地一跳 连忙道 仙子不要误会 这少主之位在我眼中就是一坨石 我最热爱的只有挑分 这份热爱天地可见 日月可表 一旁的包达和一众父未听的眼睛 都冒起了惊心 脑袋瓜子嗡嗡直响 却听苏晨继续道 我这次回去只为报仇 绝不能让苏家落入苏明的手中 还有就是 为了元池圣境 龙儿和南南已经是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了 不由得疑惑道 那是什么地方 苏晨回答道 元池圣境来历神秘 有人猜测是元界的本源汇集之地 其内遍布机缘 每百年开启一次 被四大世家共同掌管 每次开启 各自派人进入 各评机缘 龙儿和南南点了点头 显得有些兴致缺缺 再牛逼的圣境 再厉害的机缘 都比不过哥哥的四合院 苏晨显然是看穿了他们的想法 当即解释道 两位仙子 元池圣境自然算不得什么 但其内长有圣物 我觉得高人可能会喜欢 什么 水果 龙儿和南南的眼眸顿时大量 激动道 这个好 这个好 此圣境我们必须得去 画面一转来到苏家 苏明和萧嫣然正在谋划着 进入元池圣境之事 苏明的眼眸热切 激动道 如今我乃苏家少主 进入元池圣境的名额 必然会有我一个 只需要进入其中 并找到凝血物 便足以彻底激发 我体内的主宰血脉 将来必然踏入主宰 恭喜明哥哥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萧嫣然眼波流转 妩媚道 只希望将来明哥哥 不要忘了人家 苏明哈哈笑道 怎么会呢 我能够取得主宰血脉 夺得少主之位 都多亏了你的帮忙 我保证让你往后余生 都在幸福中度过 萧嫣然深情道 真的吗 我就知道 明哥哥最好了 苏明看着萧嫣然的模样 小腹中顿时生疼起一股欲物 我怎么会骗你 现在就先让你幸福一把 萧嫣然翘脸通红 欲句还迎道 讨厌 左右无人 咱们抓紧时间 苏明一把将萧嫣然搂进怀中 一想到这是苏晨喜欢的女人 心中更是充满了成就感 苏晨啊苏晨 你注定不如我呀 你喜欢的女人被我玩梦 你的主宰血脉被我锁过 就连少主之位都归我了 你的诞生 从头到尾都是为了成全我了 哈哈哈哈 苏明越想越是激动 刚想一盏雄风 却听虚空中陡然传来一声爆发 苏明 快出来受死 我苏晨回来了 声音滚滚 如同雷鸣 整个苏家掀视一镜 接着便是一片哗然 什么 苏晨回来了 消失了三年 他居然回来了 这是去了哪里 不得了了 苏晨回来 那苏明怎么办 走走走 赶紧去看看 一道道身影从苏家窜射而出 向着苏晨的方向急速赶去 另一边 苏明和萧嫣然的动作也是同时一致 兴致全无 据是惊骇的起身 萧嫣然难以置信地惊呼道 不可能 苏晨怎么可能回来 他死死无生才对 苏明却是很快就平复了心态 冷笑道 慌什么 他能活着回来又怎样 主宰血脉被我所夺 就是废人一个 如果他龟缩起来 还能活得长久一滴 现在回来就是找死 萧嫣然不由地担心道 如果他向苏家揭发我们 那怎么办 你觉得苏家是会帮我 还是帮一个废人 苏明冷酷的一笑 接着道 走吧 去看看苏晨如今是什么狼狈模样 同一时间 苏家的门外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于此 就算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老 也都一一现身 目光定格在苏晨身上 或是惊喜 或是疑虑 同一时间 苏家的门外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于此 就算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老 也都一一现身 目光定格在苏晨身上 或是惊喜 或是疑虑 最终 三长老站出来开口道 苏晨 这三年 你到底去了哪里 苏晨没有隐瞒 直接道 三长老 三年前我被萧嫣然联合苏明暗算 不仅主宰血脉被夺 还被他们打入了上午境区 若非命大 我早已经灰飞烟灭 此言一出 不亚于一颗深水炸弹 顿时让全场沸腾 什么 苏晨的主宰血脉被夺 苏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难怪苏晨消失之后 他的修为一日千里 脸超从前 不得了了 这可是天大的事情 三长老同样是瞳孔一锁 陈声道 苏晨 此话当真 苏晨面色沉着 名声道 你们可以把苏明叫出来 当场验一验主宰血脉 不用验了 我承认 我夺了他的主宰血脉 这时却见苏明迈着步子 大踏步而来 他面色平静 似乎只是在诉说着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身旁还跟着萧嫣然 看到他们两人 苏晨的瞳孔中 顿时蹦射出狂怒之子 低沉道 苏明 萧嫣然 你们这对狗男女 其他人也同样诧异地 看向苏明 没想到 他居然直接就承认了 苏明笑看着苏晨 淡然道 苏晨 修道之路 本就是切阴阳国造化 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懂吗 如今的我已然有了主宰之姿 牺牲你我觉得很值 放屁 同族相残 暗箭伤人 你永远难证大道 我先拿了你 再按照族规处置 三长老怒喝一声 抬手就向着苏明抓去 然而一旁的大长老 却是突然抬手 直接将三长老的攻击化解 三长老面色一沉 试问道 大长老 你难道要护着这个孽障 大长老则是直接看向苏晨 开口道 苏晨 人生在世 熟能无过 你与苏明既为同族 理应相互包涵 现在错已酿成 就算你杀了苏明 主宰血脉也无法恢复 不如就此作罢 我保证可以让你一生无忧 苏晨也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苏晨瞪大着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呵呵 他杀我时 怎么没有想过我与他是同族 大长老 我以前遵你敬 如今才发现 我错看你了 简直不可领域 放肆 二长老当即立合出声 苏晨 我们能体会你的心情 但是苏晨必须要有天才 希望你能理解 为了家族 你必须要忍 呵呵 忍 我怎么认 苏晨指着大长老和二长老 眼眸逐渐地转了 开口指责道 是不是只要能够变强 就可以随意掠夺他人血脉 若是族内弟子不择手段的自相残杀 这与摩修又有何意 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家族 实则不过是鼠目寸光 必然会让家族万劫不复 大长老的眼神古朴不惊 冷漠道 苏晨 苏明拥有主宰血脉 而且天生到头 将来可成为大道主宰 带领苏家走向辉煌 而你不过是一介废人 若能放下仇恨 你还是我苏家之人 呵呵 听你这意思 若是我还想报仇 就准备将我逐出苏家 苏晨摇了摇头 不懈道 既然如此 这苏家不呆也罢 此话一出 众人的脸色俱事一尘 没想到苏晨竟然这么强烈 这时却听苏晨继续道 不过 我曾经失去的一切 我会亲手把他给夺回来 苏明 你可敢与我一战 不会吧 苏晨向苏明发出了挑战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苏晨和苏明之间的差距 犹如恒星与沙利 他凭什么挑战苏明 苏明也没想到苏晨会如此疯狂 不由得诧异道 你确定要与我一战 苏晨淡然道 没错 希望你不要当缩头乌龟 哈哈哈哈 苏明狂笑不止 宛若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 扭头看向萧嫣然道 你听到了吗 他居然要挑战我 萧嫣然鸣嘴一笑 不屑道 听到了 看向苏晨的眼神充满了同情 哎 虽然他的遭遇让人心疼 但是这种做法 与找死无意 苏明虽然只是天道境界 但是主宰血脉加上天生道头 足以与大道至尊一战 苏晨在他面前 跟蝼蚁没有任何区别 这应该是苏晨最后的倔强了 三长老连忙看向苏晨 劝诫道 苏晨 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你要考虑清楚 苏晨开口道 多谢三长老关心 今天我必拜苏明 什么 拜我 苏晨 你是在做梦吗 苏明冷笑着看向苏晨 充满杀一道 既然你迫不及待地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大长老则是眼眸低垂 平静地开口 挑战期间 刀剑无眼 生死勿论 你们都做好准备 苏晨冷蒙扫了大长老一眼 不禁感到有些悲凉 大长老显然是笃定了自己不是苏明的对手 所以才会说出生死勿论这句话 暗示着苏明可以杀了自己 想当年 自己还是少主之时 苏家的所有人都对自己客客气气 幸违有加 大长老也一直都是和蔼可亲的长辈 想不到如今落魄至此 这才看穿了人性的丑恶 当真是事态炎凉 人心难测